声音 声音就像 音乐小火车在开着 越开越稳了 心率一百二 很正常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已经彻底平稳了 很好 暂时没什么事了 不过 下午你就回去吧 你还有事情要处理 不要在我这里耽误时间 怎么能是耽误时间呢 你是最重要的 姜依侯 我还是觉得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但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们就做朋友吧 你还真直接 我们活了那么久了 总比年轻人脸皮要厚一些 心理承受能力强 说话也可以直接一点 而且未来 我们是要相互扶持 才能走下去的伙伴 我们彼此需要 所以你还是把我 放到正确的位置吧 我们彼此需要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徐灵桥那种梦 比我有能力 比我帅心 他不错 你想听我赞美你的话吗 如果说那些 能让你现在开心一点 我可以说出很多你的优点 虽然被你赞美很高兴 但是我今天也不想见到好人看了 为了避免你说出我更不想听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吧 暂时避免尴尬 你也会觉得尴尬 基本不会 但很奇怪 拒绝你 让我觉得尴尬 太好了 我是特别的 这个月天秤座和射手座的朋友 要注意了 感情很容易亮起红灯哦 有对象的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对方的眼中 突然就失去魅力了 比如对方总加班了 对你的改变生而不见了 微信总不回了 或者一直非常非常喜欢你 喜欢到死缠烂打的人 突然就对你没兴趣了 我射手座哎 好消息啊 说不定下次约会 叶美笑就突然不喜欢我了 你这么讨厌叶美笑 为什么每一句话都要提他 你不知道有一个规律吗 你每天经常会提起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你非常喜欢的 一个是你非常讨厌的 那你怎么知道 叶美笑是不是突然不喜欢你了 这怎么会不知道呢 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的时候 就很明显啊 举个例子 比如根本就不想听你说什么 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就跟你发火 对待你一点耐心都没有 我 我的天哪 你真的是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 再比如 你突然靠近他的时候 他脸不红 心不跳 还希望你像污染源一样 滚原点 大哥 加上你 我跟我的三位前人都是好朋友 我对你 已经没有任何非分之效了 我什么都不想对你做 懂 以前在你的面前 又漂亮又优雅 可是现在 一点都不注意形象 好像突然在他眼里 都不算个男人了 一大早就被吵醒了 鼻孔都被塞过了 我回去了啊 你什么星座的 跟我一样 是射手 原来是天秤哪 怎么了 田净植不喜欢你了 让你坐 坐到田净植都不喜欢你了 你记住 永远在原地等你的 只有地铁站门口要饭的 你也记住这句话 好可怜好可怜 来 吃点甜的 心情会好一点 这冰激凌刚好有话的 可以喝 来 正式 好可怜 继续啊 全名单美啊 找我有事 去白楼家给薛长安读童话书 小孩子的胎教是很重要的 在小妈肚子里的时候 多听童话故事 能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出生后 就不容易祸害人间 不是听音乐更好吗 爸爸的声音 对小孩子来说 就是最好的音乐 爸爸如果不参与 运气胎教的话 那小孩子跟在单亲家庭生活 有什么区别 知道了 好帅气啊 我不想跟田净植做闺蜜了 我要重新追求田净植了 不 如果事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蜗菊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的妻子 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她过得很好的 而且会像妈妈一样对待她 丈夫由于害怕 只有答应女巫的一切条件 我实在读不下去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既然为了吃蜗菊 就答应把孩子给女巫 实在想吃的话 自己可以重吧 而且她丈夫的行为属于偷盗 竟然还要让别人可怜她 这个童话作者的价值观很有问题 那我换一个吧 换一个 好 喂 喂 过来 喂什么喂 我是没有名字的野狗吗 注意你的态度